今天台股是开低 震荡又走开了 最后居然收红 这是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 指数又收红 就像我策表给你写的连期红 那明天就是再收红的话 就是第八红 不知道一年可不可以看到一次这样子 应该 因为我是学数学的 相信的就是几率 这几率是一定有啦 就是连续啊 开大小嘛 连续开七把 连续七把 都是大的 现在就是这样嘛 那明天会不会再 有机会再开大 那 就不知道啦 大家就是 要想一下啦 因为有时候是送分体啊 送分体啊 所以大家你自己要看清楚说 欸 接下来 指数如果震荡一下的话 你把它当作一个机会还是一个命运 还是说你把它当作一个危机 那危机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 因为有些人他会说 老师啊你昨天测表写洋华 今天洋华跌停板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在后面给我凑点落凹 我说 其实洋华我买很久了 其实我是看他的东西产品啊 下去看这家公司可不可以买啊 我也不知道说他上个月的业绩突然衰退 变衰退 但是他出来的财报啊 第三季的财报真的就是大赚了 那理论上就是反映个一两天嘛 对不对 你像昨天群联也打了快跌停嘛 今天群联就大涨了 南保不是这种行情啊 所以股票市场好玩是好玩在这里 不然你要玩什么 你买的股票每天去 赶到 对不对 你像前两天还很多人问说 老师 洋智可不可以买 我那天洋智拉涨停 我跟你讲赶快跑 隔天跌停 今天重挫 今天恢复正常交易啦 重挫 系统也大跌啊 2363系统也大跌啊 我就跟你讲嘛 那个我们有在看盘的老师跟你跟你讲跟你劝告 你死不听了 对啦 当然我会说 你会说 那老师 我跟你讲 那个有的老师很厉害 那个图卡做得好漂亮 每一个拿出来都涨停板 帖子撕下来每一支都涨停板 好像都可以验证的样子 去桌看看啦 去桌看看 你就知道什么事了啦 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啦 就是你自己眼睛要插亮啦 因为我们不想挡人家财路 我们不想挡人家财路 因为那是人家一种做生意的谋生方法 干嘛挡人家财路 挡人家财路比杀父仇仁的恩仇还要重 怨气还要重 所以我们就不要挡着人家发财 我是觉得说你真的有心想要让自己的投资状况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你要慎选老师的节目看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台股今天连七红啦 明年会不会连八红 这我不知道 这个不过几率一定是有 但是是高还是低 你要自己去看 那自然说高档的话会比较乏力一点 就没有看到盘中没有看到攻击的力量 那多空趋势现在呈现不明 你要特别小心 犹如现在的选战一样 这蓝牌托嘛 对不对 到底合不合 蓝牌托还是蓝牌合 还是一样一句啦 就是蓝牌托啦 蓝牌托就是 拔时间给你帮死了 反正给我们这些选民都葬死了 到最后我们就看嘛 就是 大家就在这苦四年 我给你讲给蓝牌托当选总统 我们台湾人是更惨而已 台湾老百姓一定会更惨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你不要说不可能 咱们走着瞧 今天大盘最后拉起来 那这一波最近是这样走 那你还去想 这一波为什么下来 这一波拉上来已经要过景线啊 那为什么这一波下来 因为尾巴出现冲突 所以先下来 那打仗打完了没 打仗没打完 已经拉上来了嘛 那现在你就要小心喔 这个点没有过这个点嘛 这个点会不会也没过这个点 就开始震荡 我不敢说再打下来多深 就是开始要震荡 所以这边整理是不是很合理 那你家自己要去看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有些股票是可以碰 有些股票是不能碰 那说老师那你帮我解一下 为什么今天阳智大跌啊 这还要解吗 我前两天叫你跑 涨停满叫你跑 还很多人骂我 对不对 系统 老师尾盘也是跌停喔 那是怎么 没怎么 他就是拿出来财报 跟营收就没怎么嘛 对不对 既没财报 也没营收也没获利 对不对 61块现在回到44块 很好啊 差不多而已啊 17块涨上来的呢 对嘛 我现在就问你啊 反过来问你 17块你不买 20块你不买 21块不买 25块不买 30块不买 61块你买了 那不套你套谁 那你说你做短线 对你做短线 你要涉停损嘛 那这个行情走到这里 这种股票走成这样了 那你要不要涉停损 不是你问我 是我要反问你啊 这有些人问 问股票 就是他可能觉得说 他相信我 他就打个电话 打我们下面的电话来问 他说老师啊 你帮我回答一下 怎么怎么样 你愿意接受别人 给你建议吗 我跟你讲 忠言是逆耳的 忠言是逆耳的 我做节目做第19年了 忠言是逆耳的 不是很想花精神在急帮客户解他的股票 套牢多惨 就是因为这样 不是很希望帮你解 有些人他不听啊 对跟你讲要买穿云件 昨天没有涨停也被骂 今天开低走高 最后收盘又涨4块 也不满意 不然你要怎样 今天大盘也才涨4点而已啊 他就涨4块 不然你要怎样 我搞不懂啊 哪一行你看的不适 不适也是不适啊 不适你就去不适了 不该怎样 那强势股是联合股科啦 联合股科第一根藏红上来 因为我不会给你乱推荐股票 我会告诉你 他是突破 突破做拉 你这个就是突破警线嘛 这个就是攻击讯号嘛 你要找这种股票 不是找系统那种股票啦 那再来就是清云 清云这个做板卡的 那4K块今天尾盘拉到掌停板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不是你的菜啦 这三千多块了 可以不追就不要追了啦 那弱势股是点序 点序这个好笑啦 这边我在卖 你说我卖太早 结果呢 你们老师都带你买在这里 结果现在在91 我这边跟你讲 破80买 突破82直稳买 这边叫你卖 你叫我说 跟我说我卖太早了 讲了一堆叽叽歪歪的话 结果呢 整理了两个礼拜 现在破底 这样也刚我的事 这样有人做这张股票 输了要算我的 台面上那些非凡的那些 阿轮啊他们老师啊 全部都带你买在这里呢 有没有 你不去找他算账 你居然去找那个 叫你买在这里的算账 那我拉上来我跟你说我卖掉了 结果你还骂我卖太早 阿你现在还抱着 阿你卖太晚 现在就是这样嘛 诶 股票市场很简单嘛 你不是赢就是输啊 就这样啊 对不对 还笑别人耶 我跟你讲 做股票你千万不要去笑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很容易有市场就打你嘴巴 不会常常被打嘴巴 对我每天都会修正啊 洋娃今天跌停啊 我也搞不懂了 那市场好像反应有点过度 可是我是跟你讲啊 今天跌停尾盘全部被收走了 到底是谁收走 今天跌停板 成交了三四千张 全部被收走 那就厉害了 你小心哦 你不要让人家收走 又开始蹦蹦蹦一直上去 其实他拿出来的成绩哦 他昨天拉上来差一点涨停嘛 就今天打下来又变停又在这里 可是你要去想 他拿出来财报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第二季赚0.51 第三季赚1块8.5 其实现在剩下三十几块 有很贵吗 我搞不懂 你说老师他营收衰退 我跟你讲哦 像长龙海运 长龙海运今天涨了 你知道他营收衰退多少吗 连衰退四十几% 快五成 他今天还是涨 所以那个营收衰退 我跟你讲 那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有心人要打压他的时候 他就是借这个借势借端 把他打下来 打下来 赏户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赏户几乎差不多都把洋华都卖光了 几乎都卖出来了 那谁收走 谁在那边跌停板一直在接的 我跟你讲你今天看完筹码 到底是谁买走的你就知道大概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有心人买走 全部买走 为什么跌停板一直有人在买 你以为别人是傻瓜 还是说人家买了交割不用钱 不知道 那川云健今天又开低走高 最后涨四块 大盘涨四点 因为他涨四块 所以我是跟你这样讲 喜欢你就跟着我来 刚开始而已 老师 是不是侯友宜要找他配 还是柯P要找他配 我说谁跟谁配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就是蓝白拖 但是我跟你讲 千军万马来相见 我希望当我所有的会员 跟观众朋友知道这档股票 有下去买的人 大家在赚钱 在数钞票的时候 让自己生活变更好的时候 我希望有你 我希望有你 这我讲两个礼拜 而且我是起掌点奖 我是起掌点奖 很多人都知道 刷QR Code的也都知道 打电话来问的也都知道 那我希望这一波上去 让你财富翻一翻 让你生活更好一点 好不好 我们明天见